当时三个人是一起走的 走到后来又翻回商会大厦那个广场了 然后小孩子可能不愿走 不愿走嘛 然后爷爷抱着另外一个小孩子 准备先把一个小孩抱回去 然后再回过来抱那个小孩 就被压的那个小孩子 他跟着那个爷爷跑出来 跑到一半摔倒在地上了 他也不愿走就躺在地上 就等他爷爷过来抱 就在小男孩坐在地上玩闹时 危险却悄悄逼近 一辆轿车从商会大厦的停车场开了出来 小车开进来的时候是有个坡度的 可能是个盲区了 没有看到 然后刚好刚碰巧有两个行人 大人往他车前面走过去 右边的话也被两个大人挡住了 然后他又转弯的时候 刚好那个小孩子没有看到 轿车前轮压过了孩子的腿部 后轮又把孩子整个压倒 驾驶员听到了哭声 这才把车停下 孩子的爷爷赶紧跑过来把孙子抱起 我们到现场以后 就是小孩子就那边死心裂肺在哭嘛 就一直哭也没有什么动作 小男孩被送到医院急救 索性没有大碍 医院检查以后 医生说是软主持错伤 具体骨折这些也没有 没什么大碍 现在小孩子都没问题 人也还好 到我们这里来处理事故的时候 人也没什么事情 在这里除了要提醒家长做好对孩子的监护 也要提醒驾驶员开车时多注意盲区